2022年的12月12日 我们找北小分队又要出发了 天空飘着雪花 这会是北京时间的7点45分 比正常晚了40分钟 说实话很生气呀 还好是下大雪 也就无所谓了 错不过了日出 那我们 要不然就索性吃个早餐再出发吧 走吃包子去 张总加油回来了 阿龙有加满了吗 加满了 飞姐了 飞姐也加了 他刚刚也加了 那我们出发 出发 放下来 今天我不用开车 安心坐在副驾驶给你们拍风景 要辛苦咱们张总了 不幸福 小伙伴们还记得这个卡口吗 是我们每个人进入墨河的必经之地 如今港卡已经撤销了 可以平安顺利的正常通行了 阿龙 小颜 还记得这个位置吗 这里就是我们进来的位置 大牌这里 欢迎您再来墨河 前面就是卡口了 有什么感触 我可能没什么感触 小颜一定有感触 他这里住了很多天 一晃我们来墨河有一个月了 看到这几个字我有些伤感 欢迎您来墨河 就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墨河了 而且我内心也知道 这次旅行之后可能要分开了 没事没事我们还会再来的 我们肯定还会再来的 我们行程不会在这里画上句号 这只是我们一小段的句号 这个是我们的开始 小颜来 另一段的开始 小颜感触最深了 她在这个卡口 足足住了7天 怎么样感觉 睡车上的 还是睡车上睡了7天 就像昨天在这里一样 现在看到 我今天早上已经发一个视频了 就是很伤感 感觉这次北找到了以后 就会 会暂时分开吧 暂时分开 我们下次还会再去 怎么说呢 暂时的分开 是为了更长久的相聚吧 对 张总 这个桥面 跟这个路口记忆深刻吧 这是 非常深刻 这个是我在这里 住了两天 我在这里 第一次跟您相见 然后 第二次帮您救援 还发现了 野袍子的尸体 这是去往九曲十八弯的 毕竟之路 小伙伴们 走这种雪路的时候 让你的车轮 习惯性的 像开火车一样 压到前方的两条 稍微凹陷的 车车里面 如果遇到对面来车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这个车轴的轨道 防滑模式慢慢降速 再相互避养 扎林身后这个观景台是九曲十八弯的天然实地观景台 这里是冬季墨河 看似出的最佳观测点 上面是俄木尔河 形成的天然实地 九曲十八个弯 荡气回场 但是今天下雪肯定没日出 花五十块钱 爬这个塔子有点不值 所以我们想请阿龙 用无人机代替我们的双眼 飞一飞 看看效果 如果效果好再花钱去 如果效果不好 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 阿龙你那个无人机起步有点打滑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哦 它上面是这样子的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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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